大家好,我是袁志安 今天来说一说梦境贤 以前看《甄嬛传》很烦梦境贤 看起来是温柔和善 实际却是心机深沉 你惯失了果巨王不说 你还跑到甄嬛面前 炫耀自己怀了甄嬛的孩子 怀了果巨王的孩子 而且炫耀的方式也太心机个儿了 先是夸甄嬛宫里的茶好香 又说哎呀,我不能喝茶 又说哎呀,不是我不能喝 是我肚子里的宝宝不能喝 这叫什么 这就像《你好李怀云》里的秦姨 带着金表喝绿茶 所以有很多姐妹说 梦境贤是《甄嬛传》第一绿茶 可是这几天啊 黑龙江下大雪 北京刮大风太冷了 我就在家过情观 我就意识到 对梦境贤的绿茶羞辱 很有问题 那就说开头提到的这段剧情 我怀孕了 去一个 我假设啊 去一个朋友家做客 朋友请我喝茶 我为了宝宝的健康不能喝 那当然就跟他说 我怀孕了呀 这很正常 为什么换到梦境贤和甄嬛 我们就会觉得梦境贤 Sindy Girl呢 有人会说 因为梦境贤的话 是暗示果巨王变心了 他现在喜欢我 所以他才会跟我有了孩子啊 但在剧情里啊 跟甄嬛说果巨王没变心的 恰恰就是梦境贤 如果是绿茶 不应该说 哎呀 王爷现在和我有了孩子 姐姐你看 男人还是珍惜 眼前人更多一些呢 所以皇上也会更喜欢你的哟 是这样吧 我觉得像吗 而且灌醉这件事吧 太可疑了 四大爷没灌醉你 梦境贤就把你灌醉了 果巨王 梦境贤这么能喝白酒吗 他是东北炎吗 作为直男 我是不信果巨王 对梦境贤是酒后乱性 原因很简单 用温太医的话说就是 那晚的酒不足以让我动情 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 果巨王对梦境贤 真的没有情吗 认为有的请唱个一鼓鼻鼓 认为没有的请扣个马卡巴卡 那我是扣一鼓鼻鼓的 剧情里两人那一页 就是因为梦境贤 靠死了甄嬛 但实际上呢 果巨王其实早就 贤献泪环了 果巨王看风筝 幻鼻只会说 原来王爷喜欢看风筝 但梦境贤却可以在 果巨王衣梦的时候 跟他诗文唱和 他的财情向甄嬛 幻鼻是私生女 即使向甄嬛 却总是带着出身的自卑 但梦境贤不同 甄嬛就夸过他 所以他的出身 也像甄嬛 而且呢 孟境贤也不是傻白甜 他可以 敏锐地感觉到 果巨王和幻璧的小项私情 不是真的 而且呢 还会去试探甄嬛 即使甄嬛让他别疑心 他也可以不卑不亢地回应 智商也像甄嬛 孟境贤又是性情中人 为了等果巨王一直没嫁人 这种性情就像是 第一集甄嬛许愿时说的 这种性情也像甄嬛 在宫里头 果巨王当众吃看甄嬛 孟境贤也会及时地打断 他的情商也像甄嬛 所以我说 咸现泪环是真的很像 而且呢 孟境贤给果巨王 披上披风总让我想起 《红楼梦》里 林黛玉给宝玉 带上斗笠一样 果巨王最初也是非常自然的 只是突然被甄嬛 看到他才变得别扭 不情愿 就像是故意演的慌乱 似乎是在挽尊自己的痴情人生 但是也可能是 演员李东学的演技啊 真的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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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男神男宁》那一期视频就说过 果巨王是有很多表演型人格在身上的 套着一个完美男人的枷锁 活成了一个羞答答的人设 与其说 孟境贤 你把我关锥 不如说用酒来掩饰果巨王 对孟境贤的动情 我对你动了心 孟境贤和果巨王的情感公正呢 又不只是咸现泪环 孟境贤对果巨王是吃 苦等了那么多年 果巨王对甄嬛呢 也是吃苦手了那么多年 如果说沈梅庄和温时初的爱情 是因为他们都爱着一个不可能的人 早已经惺惺相惜 那么孟境贤和果巨王 不也是这样吗 一个极美貌于财花于一身 又能和自己精神交流的人 果巨王怎么会不动情呢 贤贤泪环 不过是果巨王对甄嬛爱情的自证罢了 就像皇上的婉婉类青 皇上说婉婉类青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爱上甄嬛了 果巨王和孟境贤这一对啊 跟沈梅庄和温时初啊 实在是太像了 一样的爱而不得 一样的心心相惜 一样的精神共振 一样的借着酒劲 还一样的一发必重 如果甄嬛不喜欢果巨王 那孟果这对CP 不就是低配版的温媒吗 孟境贤对果巨王的感情变化 编剧虽然没有直接写啊 但也用了不写止写的手法 通过幻婢点了出来 你看幻婢婚后第一次进攻啊 他跟甄嬛说起孟境贤时 是满脸的不屑 哦那个表情似曾相识啊 安玲蓉刚得宠时 幻婢说起安玲蓉也是这样的神情 那个时候幻婢还是 红佩绿聊大局的阶段 可幻婢再次进攻 提到孟境贤时 说法和神情都变了 原片段是这样的 长姐 我不愿意见她 平时在府里 已经看够了她缠着王爷了 想躲到这儿避开她 得些清静 这也不能如愿 尽管话里头还是不屑 说孟境贤天天缠着王爷 说王爷对她比自己好 说府里的下人也很势利眼 但这一次的不屑 和最初的不屑 已经完全不同了 因为这次的不屑里头 有自卑 幻婢是被嫌弃的松子行的人格 她缺爱也执着于爱 自卑也过度掩饰自卑 最初她对孟境贤是 平视的不屑 但后头她对孟境贤是 仰视的不屑 有人是解释说 这说明孟境贤有两下子 宅斗把幻婢压得死死的 我不这么看 明明王府的管家大权 都捏在幻婢手里 孟境贤是脱病不管的 这一点初见甄嬛时 她就说过 所以说幻婢不是宅都被压制 她是在感情上 被孟境贤完全碾压 家世 才学 眼界 谈吐 修养 全方位的碾压 孟境贤能走进 果君王的精神世界 但幻婢不行 永远不行 注意有一个细节 幻婢说 果君王对孟境贤更好些 王爷带孟境贤 比带我亲近 这一份更好就是果君王对孟境贤动的那份情 在孟果这对夫妻关系里 甄嬛是前女友 前女友再是白月光诸杀制也是过去时了 浪漫的爱情固然美好 但烟火期的日常才是生活中爱情的生发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果君王对孟境贤是动了情的 可是一定会有姐妹说 袁大夫 你为什么洗孟境贤呀 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算计了果君王 阿静就说过 那一碗孟境贤是穿着与甄嬛相似的衣服 他是故意靠似甄嬛的 我前头也说了 他不是靠似甄嬛 他是在给果君王提供一个 闲线内环的道德出口 他是懂果君王的 我们说孟境贤算计有一个潜意识 就是我们带入了甄嬛的视角 默认了果环得从一而终 所以小三孟境贤就一定是坏女人 可带入孟境贤的视角看 这算计多可怜 明明自己是果君王的妻子 却连夫妻生活都没有 被迫不拉图使 明明果君王对自己友情 却为了自正与甄嬛的爱情而不愿面对 他从来不想算计 哪怕中毒临死前 他也在道歉 而且就算他穿了甄嬛相似的衣服 我们都认得出来他跟甄嬛不像 果君王认不出来吗 在孟境贤与甄嬛出见时有一个细节 果君王伸手去拉孟境贤的衣角 而孟境贤去握住了果君王的手 有人说他是在向甄嬛宣示主权 但我认为他只是在见一个女人能做的 去守住自己的丈夫 所以我说对孟境贤的绿茶羞辱 是一种文化陷阱 而且是非常典型的东亚式文化陷阱 他是在爱情的慈禁之下 对对手的污名化 这一头意思是你抢我的男人 所以你一定是个苦力情 可我们总是忽略了一点 抢男人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呀 同房这件事就不是一个女人能办成的 然而在慈禁的恋爱话语之下 男人就得到了一种道德豁免 果君王可以推给酒精 也可以推给孟境贤 去证明自己对甄嬛的难得 孟境贤哪怕道歉哪怕无奈 也还是被骂绿茶 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尽管我喜欢果君王 但我也不能包庇他 在孟果这段感情关系里 果君王对孟对吉都不忠 果君王没有温时出的弱 他没有承认自己不完美的那个能量 孟境贤也没有梅妆的真 他也没有跳出与甄嬛比较 在爱情里较量的陷阱 一些观众为了美化果还恋 而污名化孟境贤 这也是没有跳出完美爱情样板的错觉 爱情很复杂的 他没有自证也没有他证 他没有固定的标准也不是非黑即白 爱情不是用来证明自己完美的工具 爱情更不是道德的审判场 爱情是两个人动态的平衡 共同的成长 其实我们在一段感情里 更多时候不是甄嬛 是孟境贤呀 所以做这期视频并不是要去为谁洗 我只是告诉大家 当我们再去看一个角色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看得更全面一点 更立体一点 而不是用道德去审判他 甄嬛传刻画了这么多立体的角色 不是让我们来审判的 是让我们来共情的 好了如果你喜欢政权先进方 如果你觉得袁大夫做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下一期 袁大夫再来请平安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